青蹄部长杨巧双丈夫的公司拿到了雪州政府的合约 那在这几天就成为了朝野政治人物紧盯的课题 马华 巫统 还有国盟一党 土团党都抓着这个痛脚 大骂西蒙政府讲一套做一套 甚至质疑当中是否存在着猫腻 不过雪州政府方面是已经做出澄清 一切都符合程序 这是经过严选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反贪为一个阿湛巴基昨天也有表明 这一件事没有不合法 因为颁布合约的是雪州政府 不是青体部 也不是联邦政府 所以不构成犯罪 反贪会一哥说不构成利益冲突的回应 并不是所有人都买单的 巫统最高理事蒲埃跳出来反问反贪会了 为什么当年会查陷入类似争议的国家养牛公司呢 蒲埃接着就问 那当年身为妇女部长的沙利扎 为什么要被调查呢 最终法庭也证实了他们一家人 这12年来都遭到诽谤 提到这件事 相信有些观众听到公寓养牛案这个关键字 应该就记得当年那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了吧 那会提到这一段案件呢 是因为那同样也涉及了部长的丈夫 案件是这样的 在第九大马计划农业部的项目 有一个国家养牛中心计划 那国家就借贷了2.5亿令吉 给一家公司去执行这项计划 但是在2011年的总基查斯报告当中就指出 国家养牛公司的表现不达标啊 而这一家公司的执行主席 就是时任巫统妇女部长 沙利扎的丈夫莫哈莫沙烈 但是之后呢 沙利扎的丈夫就被公正党的领袖拉斐兹爆料说 他滥用了这笔国家养牛公司计划的低息贷款 在国内外购买了豪华的公寓还有资产 最终被调查和起诉 那案件在去年审结 吉隆坡高庭裁决 沙利扎的丈夫胜诉 因为控方呢 没有办法证明 他滥用贷款去购买公寓 而反弹会哥阿扎巴基 今天在布城与媒体编辑会面的时候 又再回应多一次了 他重申根据反弹会初步调查之后发现 在颁布合约的过程当中 杨巧双并没有涉及滥权的行为 他们和SSM大马公司委员会进行查核之后发现 德标公司也没有问题 他强调反弹会不是政客 他的工作就是说明事实而已 政客们如果要把这件事炒作成道德犯罪的话 这取决于他们 反弹会是不会随之其武的 那另一方面呢 非政府组织大马监督贪污协会MCEW也有开声 那他们的立场是 他们认同反弹会调查的同时 也认为说杨巧双和她丈夫的公司 并没有涉及不当行为 不过他们也会继续监督和寻找颁布合约的过程当中 是否存在着猫腻 那这名主席嘉义氏呢 他也敦促政治人物的家属 以后如果获得了政府颁发任何的项目或者合约 应该主动去向反弹会申报以确保透明 瓜田里下吧 自己家人在朝理当官 那拿到了政府工程就要申报以示清白 对于行动党这次陷入这种争议 民政党的全国主席刘华才 再也找到机会见缝插针了 酸了几句 他说过去火箭一直都在骂国阵 蓬党主义这么多年了 如今才和巫统结盟没多久 什么都学下来了 真的是学好三年学坏三天 火箭学东西还真的很快 现在当了政府之后 一点都不懂得避险了吗 嗯哼那至于首相安华嘛 他今天在一场活动上呢 也被问到了相关的话题 他就说那如果有人对事件感到不满的话 应该去向当局举报 而有关当局呢 也应该要把投报当成正常案件来处理 展开透明的后续调查 那政府是绝对不会干预的 同时呢也必须要向外界来解释 颁布合约的流程是什么等等 让民众可以清楚了解 以后大家召开通知识